高传播力的Omicron病疫毒株让政府不得不提防 卫生部宣布接种第二针到增强剂的间隔期 无论是辉瑞、阿斯利康或科兴疫苗 一律缩短到三个月 从明年一月起 国人会按照年龄顺序陆续收到预约通知 是的 随着Omicron的足迹已经是遍布全球各地 政府也解除早前对八个非洲国家的旅游禁令 并列入十八个高风险国家名单 所有从这些国家入境我国的人 居家隔离期间必须佩戴电子监控手环 卫生部长凯里今天在部城召开记者会宣布 政府决定将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者 注射增强剂的间隔期 从原本的六个月缩短到三个月 科兴疫苗则保持不变 从明年一月到二月开始 政府会陆续向18岁以上者发放预约 接种顺序将依据年龄和健康状况而定 凯利指出 研究发现辉瑞和阿斯利康疫苗作为增强剂的防护力更佳 只有因健康问题或医生鉴定 不适宜打这两种疫苗者才会接种科兴疫苗 民众也可选择自费在私人市场打科兴 从12月21号到25号 我国在发现306宗疑似Omicron病例 目前还在等待全基因组测序结果出炉 随着Omicron在全球各国肆虐 凯利宣布即日起取消对8个非洲国家的旅游禁令 转而把这些国家列为高风险国家 这也意味着目前有18个国家列入高风险国家名单中 当中包括英国、美国、印度、南非、尼日利亚、沙地、阿拉伯等 所有从这18个国家入境博国的人士 一律必须戴上电子监控手环 凯利透露 根据MySajatra数据 12月1号到28号期间 有1.4%居家隔离人士违规外出 卫生部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对付他们 针对违反防疫规定案件频传 凯利自嘲 由于卫生部倡议的342法令修正案在国会不过关 目前只能对违规者开罚1000令吉 为了协助卫生部有效追踪和联系密切接触者 凯利也宣布 MySajatra将会升级新功能MySJ Trace 新系统需要启动蓝牙设置运作 它可以允许用户之间共享和交换讯息 他强调MySJ Trace不会侵犯隐私 只有在确诊者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分享数据 现阶段政府只是鼓励民众使用 但如果疫情恶化 不排除会强制使用 随着元旦即将来临 虽然政府并未禁止举行私人活动会聚会 不过凯利提醒民众 在出席任何活动前 应先进行自我检测 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 份预讯 比赛 复活动会 复活动会